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曾经是在三季之代当中 是打满 并且要进行加赛 在分出胜后的情况下 他都能够取胜 所以我们的人逢座号 角语大师 那么今天那个谢雷啊 从第一局比赛开局来看 他和以往有所不同的 是注重了一种拳法 那么在财下我和他就 掛大人刚到的在一起聊天 他说对 提高了这重机的能力 而且他的拳法就是力量 明显比去年也有了提高 提高了 提高了 包括这个李宗盛益 紧缺度 都有了提高 所以现在这个谢雷呢 不光有这种 后手的直拳能中击 而且要后手摆拳 来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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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了 走了 你看 今天谢雷和以往 在我们武林红的比赛 有所最大的区域 注重拳法 注重拳法 你看他腿用得很小 你看他一般 实际谢雷很喜欢用这下皮腿的 下皮腿 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 白景正在不敢出动作 你看没有 好嘞 为什么白景正在不敢出动作 原因 他跟这个谢雷 一阵拳就觉得谢雷这拳对 对 对 力量上要 他感觉有点堵不住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心理上就有些变化了 包括谢雷啊 他也压得也很紧 是啊 所以说他也这个 这个想着啊 师傅要用重拳 像那个谁一样 像这个 武林一样 要用重拳Q对手 现在也正在寻找机会 对 对 你看 现在现在开始表演了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我有希望人 开始表演 来 迷惑对手 但是啊 不能大意 对 你看没有 现在这个 你一旦出现方法共产 你看看 白景正在有一个后手中拳 有后手中拳 他不是没有能力 对 这一次啊 这一次咱们中日队刚才啊 方方选手啊 实力都非常的强 所以说啊 这个 在那台上 什么样的可能 都有可能发生 都有KO 和被KO的能力 所以说 一定要这个谨慎一点 第一局比赛已经倒计时 他这种回法 实际我们就觉得 有点就表演性一点 对 他那个实战性 包括呢实用性 并不少 包括这这手造成了杀伸力 对 对 那么通过第一局比赛这些 鸿翔你 谈了你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谢霖啊 还是多多事儿 还有集了一些 提到了一些 我觉得这个 或距离调整好啊 穿越的准核 然后来进攻 包括这个 对方拳手啊 他也有实力 啊 虽然说他一直是 被动 在游走 但说不定每一个 留下 所以很重 这个时候啊 谢雷也要 还有一个是 也要那个 建好自己的战术 保守能力 进行中心的转换 中日的钢赛 男子六十五公斤级的比赛 第二就开始了 红方是中国勇士谢雷 蓝方是日本的白警正太 上不在第一比赛 从第一局的开局 中共勇士谢雷 确实打得不错 他用他的拳法 持拳 包括他的短拳 控制了对手 但是到这个比赛 进入了后半端的时候 有点放松 有点表演了 对 从 反而让白警正太 反过来 我觉得谢雷 现在因为他这个 优势不是太命的 我说没有必要做 这些表演 对 除非你的优势 非常的明显 对手给你造不成功 或者杀伤力的时候 你再做这个比较多 因为你表演的话 肯定会 会导致有空荡 是的 那么从这点 我就感觉到 就一个选手 从你一上场比赛 第一秒钟开始 依照整个的比赛过程 全身心的贯注军 不要松懈 注意力量去动 这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协定帅 这个 这个 我们中国式的决定帅 中国式的决定帅 然后下压 对 这个腿中一个下压 那个 白警正太呢 在赛前呢 我们问他的教练 他说这个选手呢 就是拳把比较好的 而且注重防守 推法一般 从第一局比赛到第二局 我们感受到了 今天那个白警正太 对 防守能开球 他主要正面防守 对 这个 谢雷也有几次重拳 然后再打空 这时候组织上去了 比上去 第二局比赛啊 谢雷要比第一局 要打得好的圆球 这注意力量 非常激劲了 没必要的一些表演 不要了 对 这个时候 谢雷看到攻当之后 应该再快一些 我觉得还是已经慢了 看到攻当之后 然后跟得有点慢了 没有抓住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谢雷啊 还是压得再压迫性 更强一些 再更好 效果更好 我们也听到谢雷的教练 张涛在外面说 不要大意 不要大意 对 股地激风 不过刚才 其实在比赛当中 利用了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转身的后拳臂 那个动作曾经 Q过零扇 对 但在今天比赛当时 三十五五五五 两次第一次用了一次 第二次用了 但他的肢力感没有控制 肢力感没有控制 况且日本人在防守啊 这手啊始终不立了这个头部 应该打一拳 再摔倒 现在在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谢雷今年啊 打这个中日比赛 和我们去年去马来西亚也好 包括打这中日的比赛 包括打中美比赛 谢雷一直在一招 已经发生了那种 本质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原因 就是他现在通过今天中讯 他非常注重拳法的心 就是上个列上拳法的心理 他现在的拳法比去年有明显地高 但是他在拳法上面还有感觉 他为什么这个始终啊 因为拳出的也很多 也打中了 也始终没有Q这个 咱们这个日本拳手 比赛赛 男子六十五公平级的第三 就在开始了 对 对 长盘万事奖位 漂亮 又一个接嘴帅 只要你起腿 只要让我谢雷接住 那就对不起了 第三局比赛 但是双方明显加强这个 出城的速率 就是我们体能还不错 对 体能还不错 对 因为这个都想抢这个点 因为第三局很关键 对于谢雷说 谢雷来说也很关键 是不是能够扩大弹果 能不能保持这个优势 我觉得谢雷还是这个 他从这个进攻的组织上 我觉得还稍微有点乱 不是太清晰 是 直 勾 摆的这种 这三种拳法的结合 太单调 如果说他的直前 开路 然后加上钩 然后加前摆 那种小的组合拳 再打一打会更好 还是你要我打直拳 就打直拳 我老是打直拳 直白跟结合的话 会更好 你看 这时候谢雷就不聪明 你为什么不要撤出爱腿 或者我正能 不让你扑进来 因为对手的身高比他大 比他身高要高 同时力量也比他重 对吧 对 那这时候我用一些 腿法我控制他 不让你进来 因为我再主动地出击 打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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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腿法人工低扫 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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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這個提分公司還是很大 最強年輕嘛 他今年只有這個20歲 我也希望我們的中國勇士 一年比一年打得好 一年有一點新的變化 委員長 這個我們中國勇士 一家肯明啊 謝磊其實都有些進步 包括鐵英華啊 這個年輕選手 都有些進步 況且 特別是對國外的選手的時候 已經不再是那種 我們拳法座的這個酸點 已經去掉了 其實我們的拳法現在也很厲害 一買一買一買 我殺人了 我殺人了 那麼之所以在第三局比賽裡面 現在謝磊盡管也在進攻 那麼場上 進攻也上了 最後的10秒鐘 謝磊派了一局 猛烈進攻 別猜到 這是因為謝磊利用一個推法進攻 對方以為他倒地 突然一個等於算是 防守上出現一股空腦 注意不及中氣嗎 讓謝磊抓住這種機會 壓點 壓住這個優勢的最多 對 但是這個爆發的有點 稍稍晚了一點 晚了一點 下面宣布比賽結果 1號參半員 30比27 1號參半員 13比27 2號參半員 30比28 2號參半員 13比27 3號參半員 30比27 3號參半員 13比27 9號參半員 6號參半員 感谢观看